禮物 音樂裡的密集禁禁 副理人員來告訴你 翔哥 這個人生生老病死是常態 對 雖然我們節目提供歡樂 提供資訊 但是也不能說避重就輕 大家還是要進出醫院的 對 這是人生 有可能是最後一戰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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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嗎 真的 是起點也是終點 兩個血壓什麼 也不一定是最後一戰 不是 我說很多人最後 最後一戰 最後道別應該都是在這兒 因為我生離死別 我從小就比較接觸 這個不會避諱去談 人一出生就是去脈絡死亡 那個方向走 就你一次在你們出生的終點 可是重要的是 你在這過程中活得多堅持 是 對啊 多值得回味 對 因為最近就年紀見長 家裡的長輩就是說 身體不舒服什麼狀況 所以我最近這一些年來 也常進出醫院 也是 常常也是在工作之餘 還要陪一些家人 而且台北市兩大醫院體系 你知道 就這兩個跑來跑去 所以了解很多醫院裡面 不管是在管理 或者我們一般補習班說失資 就是醫院就所謂的醫生 護理人員提供的 我們那種醫病關係 我覺得應該蠻多心得的 今天順便要幫 護理人員來發生一下 是啊 我好像之前在節目有提過 因為我先生的姊姊 算是我的大姑 是嗎 我大姑她就是護士 她在北藝當了很多年的護士 是 辣的那種 什麼東西 一定要辣的 不是 我說性格是比較剛烈 你不要被演藝圈養壞 就專門看辣妹 士忌小民都是樸素可愛的 我是幫一般男病患問的 奇怪的 對啊 病患死一點都會關電視 真的 要休息了 我們善良老百姓 求這種清新可愛的 護理人員就很感恩了 壞家 不是... 加分 這當然是... 所以因為我大姑是 護理人員出身了 所以對這個工作我也多所了解 跟感恩 真的 很辛苦 今天要聊一些秘姓 秘姓 對 大家喜歡秘姓 大家從來沒有聽過的 真的有趣了 是 但今天還是有來賓 幫我們一起分享故事 首先歡迎 相信許多禁忌 必有道理的小空 好 請下請分享 你可以不信 不過等你遇到你就知道 好 歡迎 好 請下歡迎 熟悉各單醫院禁忌 保持您可吸引其 有絕不鐵齒的謝一芳老師 好 因為有很多禁忌 一定要小心 因為畢竟我們在醫院待久 有很多八卦 你要聽 一定要收看今天的節目 好 請下歡迎 好 請下歡迎 為了工作 經常出入醫院 對秘姓完全不害怕的吳孝辰 你好 叫你不要去睡的地方 你就不要去睡 叫你不要吃的東西 你就千萬不要去吃 然後我要再次感謝 台北馬街醫院的 那個交病房的護士 這位美麗可愛的小護士 我兩次尿導管都是你扒的 你好溫柔 好 食食福福的指定 好 好 我們來看看 有哪一些醫院裡面的禁忌 首先密西醫學 這些食物要忌口 OK 怎麼說 對 因為像我們護理人們 其實有很多東西是不能吃的 當然我也有是菜鳥的時候 那時候我就不知道 我那時候是在醫院的急診室 有一天我就在我們的護理站那裡 我們就來 我在吃東西 我就配了一罐 每日C 那時候我就在喝果汁 學姐就走過來說 學妹 你是白目還是不知道 你現在是喝每日C 你知道每日C的意思是什麼 我本想說什麼 他就說就讓你每日一直CPR 真的 真的 我真的 對 而且那一... 這是禁忌的 禁忌 而且我那一天 真的就是做了很多CPR 好多床要我C 就真的很忙 對 而且我還有就是 旺旺先輩那時候 其實放在口袋 我還不敢拿出來 還有一種水果是不能吃的 旺旺先輩為什麼不能吃 旺旺先輩是因為 如果你今天做業務的話 會旺當然好 可是你今天是在醫院 當然不行 一直旺 每天都會很忙 還有一種水果不能吃 那就是連霧 連霧 對 因為叫做連連失眠 對 就會有什麼 好嚴格 就會有這種諧音 所以我們這些護理人 基本上都是禁忌 不吃這一類的 怎麼都不能吃 不能每日C 真的 你們都知道這個嗎 都是學校的時候就叫罵 都知道 C我不知道 妳是C上次上班之後 被學姐罵 就大概就知道說 真的不能吃 對 就嚇到 應該寫在護士手冊之類的 對啊 應該說太多了 太多了 這誰知道對不對 對啊 不知道 妳說很多 萱萱來說幾個 我們是芒果跟鳳梨 芒果 妳是在哪一顆的 在那顆 那顆 對 芒果跟鳳梨為什麼 因為我一開始還不太信邪 然後有一次 就是要去吃飯的時候 就很多芒果放在桌上 因為它就很大 然後又很香 所以我們那時候 我就切了幾顆 然後還找同事 大家一起來吃 結果沒想到 大家就吃完很開心 本來就是病人的狀況 都還滿穩定的 結果吃完出去 就是一下病人發燒 就是發抖 抖到整個床都在抖的那一種 然後要不然就是很喘 結果那時候還準備要去 處理那些事情的時候 就有 就聽到家屬 就是大喊病人的名字 結果我們過去看 就是病人在大吐血 就看到牠那個窗簾跟牆 都是血 然後就趕快處理這件事情 這跟芒果有什麼關係 吃完以後才開始忙 很忙 芒果 芒果 那什麼都會 那個都吃素好嗎 你們也太迷信了吧 真的 真的 真的會這樣嗎 沒有迷信喔 以新聞部來講的話 我們也很怕鳳梨 我們曾經有一次的時候 就有一個同事 就弄了 人家送了牠一個鳳梨 就是人家在廠商不知道 送了牠一個鳳梨酥 才咬一口下去 那一天 打 醉雞 凶殺案 粉絲案 跑到大家快瘋掉 本來大家已經快 差不多快結束了 也是跟旺的 這很旺啊 對 所以在新聞部 忌諱鳳梨跟鳳梨酥 跟鳳梨酥 任何有關的一些東西 通通的補責 對啊 鳳梨好可憐 不能太旺 鳳梨很可憐的 很可憐 只有做生意的希望旺 對 是不是 Future說說 像我是特殊單位 我在江湖病房 所以我有聽過學弟講說 就是他們開刀房是 不能吃豆腐 豆腐 對 因為就是你們有沒有聽過 怕開腦下去 那個病人是豆腐腦這樣 然後也既吃火鍋 因為火鍋在煮的時候 會爆... 然後就很像那個 開刀下去會大冒雪 對 對 是不是直接吃了 那妳們都沒吃過火鍋 可是 就是 對 下的時候才可以吃 休假 然後還有特別性的話 像腸胃科就是 既吃紅色的東西 譬如說 蘋果汁 番茄汁 西瓜汁 因為怕腸胃到初學 對 對 既紅色 其實我表妹她也是在 也是醫護人員 她是小兒科 然後其實在錄這一集之前 我有打電話問她說 你們有什麼樣子的禁忌 她有跟我講說 就是孝誠哥講了說 不能吃鳳梨 因為鳳梨就是旺 因為大家已經知道為什麼 另外一個水果其實就是西瓜 對 因為他們每次在急救的時候 就是西皮啊 你吃了西瓜 你那一天就要不斷的做西皮啊 所以我說真的假的 她說對 如果你必吃 那個必發生 所以他們都會盡吃西瓜跟鳳梨這樣子 對 有這樣嗎 有 西瓜 只要跟西有關 跟西有關都不一樣 那也不能喝西飯囉 對 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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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另外一個想法 有另外一個說法 西還有什麼 西 不能咬西管 也沒有 幹嘛咬西管 可以看嗎 真的 謝謝老師 其實有些病人的話 其實醫生最怕碰到一種病人 那個病人叫做牛肉吸濕 牛肉吸濕 翻成英文叫牛肉吸濕 就很神經質 所以他們說如果說希望不要碰到這種 很神經質的病人的話 就盡量不要喝牛肉湯 或是牛肉的東西 不能 你們有進牛肉嗎 有聽說 有些地方聽說 沒有 牛肉吸濕這個 你們有聽過這個嗎 有 有聽說 是嗎 小優 對 有 就是學姐們就會這樣講 另外還有就是 其實紅豆也是很大經濟 因為病人 因為病人如果說狀況比較不好的時候 就會貼個紅點 它不是紅豆 如果你今天吃紅豆的話 就會很多小紅點 那你就說像醫院裡面 有一些什麼禁忌的東西 剛剛前面都講很多 那倒不知道軍醫院 最記一種東西 軍醫院 記柳丁 柳丁 柳丁 這邊有軍醫院的嗎 柳丁 沒有嗎 為什麼 軍醫是指哪些單位叫軍醫 三軍 三軍 三軍總醫院 什麼814 817這種的 可是那一般民眾 民眾也可以去啊 也是可以啦 但是一般民眾 大部分都會選擇比較那個 就一般的那個大型醫院 那些阿兵哥都在呢 對 除了是像那個 農民或龍眷那種 他們才會去 軍眷也在那 像那個軍醫他們就 他們碰到柳丁的時候 就會比較頭痛 為什麼 那感覺起來就好像就是說 會那個 有越來越多的柳丁那種感覺 就你會有越來越多的病人 在這裡面 軍醫都是不喜歡柳丁的 不喜歡柳丁的 對 對 柳丁也不行 軍醫在柳丁也不可以 對 因為他們有時候 感覺起來那個柳丁 那種感覺就完蛋那種感覺 對 柳丁 Flair 像我朋友 他是剛進急診室 當菜鳥護士 有一天就在中午要訂便當 然後他就寫了一個雞腿飯 馬上被護士長扒頭 他說你敢在我們這邊吃雞腿飯 他說因為雞就是雞飛狗跳 就是今天一整天都會雞飛狗跳 是有嗎 就是又要刨腿 對啊 刨腿 刨腿 雞腿嘛 刨腿就有 就會很忙的意思啊 那你們能吃什麼咧 牛肉又不能吃 雞肉又不能吃 每日吃又不能喝 不能喝 對啊 魚可以吃吧 魚可以吃 魚可以吃 好喔 很多機會 很多機會 第二個是執勤這些識別做 好 好 動作 妳說說 就是上班的時候不能硬磚加水 因為就是有一次 我看學姐的硬磚都沒有水 然後我說你怎麼都不加水 他就說你不要幫我加水 我就說可是我幫你加了 結果他那一天上班 就一直蓋那個硬磚 就是收病人一直在... 一直在蓋硬磚 所以就是上班 就算一磚沒水 也不能幫人家加 自己的也不能加 下班... 要一直放假的那天 好 那沒水怎麼辦 對啊 9號 對不對 你們會這樣對不對 不會 不會嗎 小優會 會 對 好 濕潤 有弄就好 對 那你們辦公室同事裡面 有沒有就是不信邪的 他就是硬槓的他走的 有嗎 那會被排擠嗎 也是會有 但是譬如說好比我們不能吃什麼 或者是不能這麼做 可是譬如說好 我這麼做了 他看到 我們就會瞪他 就會覺得說 我有同載的壓力 因為可能因為你一個人 會影響我們全部其他的人 工作的內容 所以即使他就算是他不信邪 可是我們還是會希望他不要這麼做 就是群體會有一種壓迫 對 會說你不要這樣吃鳳梨 你不要這樣加印章 到時候大家一起忙 都不用吃飯 你們這個會互相 會 會影響 因為他們是團隊的工作 會擺盜 就是那種跟護理長 他上次做那蓋印章 會不會有很多 護理長可能自己也不加吧 對啊 好 小優說說 就是我在值班跟上班的時候 絕對不可以問我 你今天會幾點下班 因為我們就是85班 然後5點下班 有時候你會接到我先打電話 問我就是我大概幾點會下班 然後他要來醫院接我這樣子 我可能我今天真的是覺得 從3點過 就真的沒什麼特別的事情 然後病人都很穩定 然後也都好好的 我就說我今天大概可以 準時5點走 過完電話之後 你3點到4點 就說真的沒事 我還可以再幫病人 做很多很多事情這樣 結果大概從4點半開始 我的病人就會不停的出事 就是有可能不小心 自己在廁所滑倒 不然就是明明那個傷口 已經很好了 我預定明天就要回家的病人 他那時候傷口就會出血 然後不然就會吐 然後發燒 那我就要從4點半 一路忙... 因為要把病人忙到一個段落 我才能夠交班給別人才離開 那通常那時候我看時鐘 都已經是6點 對 或是7點時候的事情 所以之後慢慢就會 很多人就知道說 不可以在上班的時候問我 你今天幾點下班 對 然後像我先生之後會打 他就跟我說 他只要說你 我就說掛掉 然後我就把這張照片 拜拜 對 中間有點快樂 拜拜 不能講拜拜 我就會跟他說 忙 忙 因為像我們其實各個 科別的護理人員 都有執行不能做的事 像我是在顧寶寶的 我是新生兒的那種 照顧嬰兒的 所以我們有個禁忌 就是不能在寶寶面前 說他們的好話 不是長輩說的 可是確實是如此 就是你不能跟寶寶說 你今天好棒喔 你今天都吃得很好 都沒有哭 你也都沒有吐嘞嘞 要長得好好喔 通常這時候 孩子就會開始造反 通常真的 你講完這句話之後 嬰兒式就開始會大過來 妳這樣講我記得 我生大成 就是在音樂生產完三天 大概因為我婆婆的一個長輩 來看我跟小寶寶 結果他看了大成那麼小 才剛生出來三天 好醜喔 醜死了 什麼 我在那邊差點生氣 翻臉跳起來 這長輩是存了什麼心的 我現在懂了 就是她說的那種心 聽人說她好話 妳長相 長相應該有的人在那邊 可是長相其實基本上是可以的 可愛 漂亮 這是可以 那她就是居心 那她可能希望她更 她就好久 她嫉妒妳的寶寶美 妳怎麼眉毛呢 她這個身材就是光頭 我們在那邊潑 不能理解這是什麼原理 沒有 我是萬一 嫉妒 不是 我絕對不是 後來我有聽老人家講 沒有沒有 旁邊我婆婆就會圓場 對 所以說對... 這是醜嚴如汪柴 不要妳 不會來抓妳什麼 對 孩子會比較好戴 就這樣子講 對 所以這就是我們嬰兒式的禁忌 就是你不能說 不要講她很漂亮什麼 不能說說妳今天好乖 都沒有哭妳好好戴或什麼的 因為孩子知道可能就會開始造反 那也就是說我如果看到我的朋友 如果她生小孩我就跟她講 妳混蛋 妳娃娃娃娃 不行 妳不要這樣嗎 沒有 妳可以說 這人格 一般是教育有出的 她會不會比人家嬰兒 對啊 其實這就是我們 對啊 我們嬰兒式的禁忌 就是不能說好話 不要說好話 因為如果說了在媽媽面前 有些媽媽也會在意 那媽媽聽到就會覺得說 她今天孩子特別鬧 會不會是因為我們會議人員 說了她好話 然後孕婦喜歡砍拖 對啊 什麼都是別人 什麼都是 對 一定是那護士說 她今天很棒 那種產護憂鬱比較難搞定 對... 對... 一方老師說說 我們有同學是婦產科醫師 其實婦產科醫師 每次親身都有些 滿有趣的事情 他有事接生一個寶寶 因為接生很久 那又晚上11 12點 已經到1點的都還不出來 所以其實那個醫生 已經沒有什麼耐心 當把孩子接生出來之後 他就... 電擊器上的防塵布 不能亂掀 否則... 之前我是在骨科病房 骨科病房的屬性 其實是比較病人安全 相對安全的病房 對 所以使用到這些儀器的 機會比較不高 所以當時我們的電擊器上面 會蓋一層布 就是防塵的用意 對 那後來就發現說 其實我們在某一些時段 就會推到那台電擊器去病房 有一段時間就常常發生這件事 然後推敲就發現 是不是最近這幾天 有把那個護線開庭 然後是可能